過癮嗎? 過癮 過癮 線頭有沒有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唱這麼久 覺得 沒有料到自己的 喉嚨怎麼這麼沙啞 然後很高興大家都 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肚子會餓嗎? 餓了一點 那我等一下就去 心情公演 好 Yeah 我剛剛在唱歌的時候 我想到我今天一定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前幾天去看了一個 差點點偶像劇 一個 舞台劇叫冒牌天使 我深深的被裡面的一個 台詞打動 然後我聽完之後 我當下坐在這個地方 我就哭了 那句台詞是 看得到的東西 就不用相信 因為 那杯子 它就是一個杯子 你不用相信 還是不相信 它是個杯子 但是我們要相信的是 看不見的東西 比如說希望 比如說 我希望 今天這場演唱會 能夠在你的生命當中 是有重量的 我要去相信這件事情 我希望今天這場演唱會 很精彩 我希望今天這場演唱會 每一個人出去之後 是不會忘記的 至少你會在短期內 跟大家 跟你身邊的朋友說 你知道我昨天去看 這場演唱會 我覺得它很棒 所以 相信希望 對 從 八年前 我在中式攝影棚 拿著吉他 唱 Stop Crying Your Heart Out 我當時還自信滿滿的 跟製作人說 我不用加分題 結果到我台上就說 好我要加分題 我現在要唱一首我的自創 我覺得當時很勇敢 自己很勇敢 然後長大之後 好像你會 顧慮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後你就會 在你要勇敢的時候 你會退縮更緊張 對 其實這沒有什麼不好的 因為你會思考的 所以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 變得越來越好 也希望你們 每一個人都可以 變得越來越好 而那個好是 你希望的好 對 相信希望 當你去相信 你所希望的這件事情 你是希望希望希望 它就會被成就 被成就之後 你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奇蹟 所以那個台詞 是說 相信希望就會帶來奇蹟 所以 我希望今天這場演唱會 完美的開始 完美的結束 現在我要唱的這首歌 現在我要唱的這首歌 是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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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